看最新的消息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坠谷七天 终于是在昨天找到了的 宏达电经理康吉成 今天早上搜救队再有了好消息 以直升机救出了康吉成 状况如何 赶快联系 目前正在嘉义机场的记者 张欣怡告诉我们 请记住 这主播 攀登南湖大山不胜坠谷七天的 宏达电工程师康吉成 今天上午七点多将近八点左右 终于顺利透过了海鸥直升机 吊挂成功了 现在昨天上午是十一点多的时候 是传来了好消息 救难人员是在坠谷的地方 发现了康吉成 意识相当清楚 但是救难人员 原本昨天就要用直升机来救援 但因为气候恶劣 考虑环境跟康吉成的身体状况 昨天疫情人士决定就地扎营 在今天早上终于顺利的 将他送下山了 我们来听一下早早的访问 康吉成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人员上来是意识清楚 他是左脚踝 有受伤 已经有事先有做一个爆炸 那我们上来之后 我们的行业还有救护室 有对他在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视 康吉成坠谷后呢 昨天就已经透过无线电向外界来报平安了 表示自己的状况是相当的好 但外界来担心他真的是相当的不好意思 但因为康吉成的腰部呢 在坠谷时撞伤了不能背重物 但还能行走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昨天下午海鸥直升级就已经两度尝试进入山谷了 却因为当地云层太厚 所以吊挂失败了 但随着天色案了 八名救难人员昨天就跟康吉成是在原地就地扎营了 在今天早上在实行吊挂 原来康吉成是在本月二号的时候来判断了这个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的南湖大山 原地呢七号就要下山了 没想到五号返程途中 却因为不小心坠鼓了 那终于在今天上午呢 是成功的吊挂下山了 那现在已经转往高雄长根医院 稍后会有现场的报道 以上现场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确要为救难队来拍拍手 受困了七天的康吉成终于是被救出来了 刚刚您看到画面他易容憔悴 但是幸好意识非常清楚 而且左腿跟腰部友善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走路 好待会有最新的画面会随时提供给您